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寶箱上有沒有紅色符文圈亮著 野外會看到像是拔胡蘿蔔 或是打小石堆 打秋秋人的標靶 都會有寶箱出現 空中的史萊姆射擊後 會產生寶箱 離岳地區有的花互動之後 也會有喔 假石頭掩蓋隱藏的寶箱 看到都去敲 有些還會有封岩筒 野外先領寶箱 靠近會自動帶路 帶回去出現寶箱 完成任務寶箱 副本任務或是階段性任務做完 會自動跳出來的 需要用火元素點燃後寶箱才出現 像是有庫木纏繞 石頭包覆 被冰凍 障礙物拿掉就可以拿寶箱 有規則的是對應上面的元素提示 用元素上去對應觸發 不規則的是 是要按照場景提供的線索 按照順序觸發圖騰 需要周圍物品或給的文字提示來解密 這類放上岩繫女角的一技能就可以觸發 有的還需要觸發多個 可以利用安博的一技能站點 以上就是關於開寶箱的一些經驗 大致上分成這些種類 還有遇到特殊的寶箱機制 歡迎留言告訴喇叭喔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數值三連 我是大喇叭 我們下期見 我們下期見